今天港督新闻 新闻的新春特别节目 我是吴之宇 在接下来30分钟里 要带您来关心 大高雄小人物的故事 有人就有故事 在县世合并之后 大高雄值得我们认识 学习的对象 不一定要是 鼎鼎大名的大人物 也许只是小人物 他的故事反而更能贴近 日常生活也越能触动人心 从故事中得到启发 甚至还有机会 为自己创造精彩故事 平凡中的不凡人物 首先带您来到哨船头 连近西子湾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风景优美 但您知道吗 这里竟然还有一家婚纱店 不同于婚纱街上的婚纱店 摄影师崇尚大自然 名字叫做Seven 除了拍婚纱照以外 他也尝试拍风景 而且就是以哨船头为主 尤其还做成明信片 分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客人 希望将美景介绍出去 也希望大家能和他一样 喜欢这里 福德宫 雄镇北门 还有港口船舶和日剧时期 乌瓦民宅 无论古籍地标 或者社区样貌 都能让人一眼认出 这里是西子湾绍船头 高雄知名观光顺地 风光被镜头一一捕捉 转作明信片 系列作品总共七中 拍摄者就在这家婚纱店里 走访揭晓答案 原来是他 资深婚纱摄影师Seven 把这些比较美的地方拍下来 然后就是比如说送给 我们的一些朋友啊 然后客人 甚至一些网友 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 在烧船头这边 有很多很美的风景 就是喜欢这里的环境 就靠山面海 然后在这里工作 整个感觉就是很舒服 因为热爱烧船头 才搬来营业 Seven以不同角度挖掘 记录私房景点 从最初只是单纯 送给客人当纪念 到后来有里长找上门 接洽合作 量产千份成为社区半熟利 同步替在地做足行销 这个很多其实都是日剧时代的 那种建筑留下来 然后我这样子拍 我就觉得这很像日本 还有日本的感觉 下雪啊 屋顶有覆盖雪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很美 对 对 那其实像 这边其实很多古迹 像这个开台服的宫 这好几百年 这是台湾第一座土地宫庙 是 对啊 然后很多这里的建筑物的那种形状 我就觉得都很有趣 强调画面讲求感觉 Seven更放感情设计包装 放小张 然后有标示一点路线图 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 很多人他就是 可能车子开了就经过了 那像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这边车子停下来 你用走的 记这个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坚持就是 就是比如说像这句话 永远记得幸福的回忆 牛皮纸信封套 正反面都有惊喜 除了照片组成社区地图 还有这短短几个字 洋溢幸福浪漫 Seven坚持用记的 在邮票上盖邮戳 这名少船头严选 不只要收到的亲朋好友会心一笑 也希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 喜欢这里 港座新闻注意正景红 采访报的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位 乔首奶奶 高龄90多岁 相信您一定也不相信 她居然能够不戴眼镜 当众极其创作剪纸艺术 纯熟的记忆令观众赞叹不已 这一本厚厚的剪纸创作 不管是意气风发的观工 还是温柔婉约的花旦 看得出来剪功相当精细 但是您相信这些创作 都是这位坐在轮椅 高龄90多的郑奶奶 一点一滴用她的翘首 所剪出来的吗 小学毕业以后开始就剪了 90年了 什么都剪 想到什么话 自己演 这个话自己演 很棒耶 郑奶奶尽管年岁已高 但是手上功夫依旧了得 不用戴眼镜 用剪刀的手还是灵巧无比 因为突然灵光一闪 就开始拿起笔 在纸上画图剪裁 就连睡觉也没闲着 就怕老人家睡眠不足 她的女儿不得已 只好偷偷的把奶奶的剪刀 给藏起来 她从起床就开始剪 有时候你看五点钟起来 她也在那边剪 然后一直剪剪到下午 到晚上她中午不睡觉 所以时间都很长 那我半夜我就把 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会把剪刀收起来 因为我怕她半夜起来 因为她曾经有两点钟 就在那边剪 我就说这样子不行 因为都没有在睡觉 我会藏起来 然后早上再给她 我记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嘛 很好玩的啦 郑奶奶说 小时候看过一次祖母剪纸 之后自己就迷上了剪纸艺术 天上飞的地上走的 还有天马行空想象的 都能够栩栩如生的剪裁出来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周一日 能够当剪纸老师 为了教给大家这个艺术 老奶奶剪纸剪的更加卖力了 她讲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 是叫做 有梦想永远不嫌晚 行动最重要 那其实一位92岁的奶奶 然后这句话 那对我们这四五十岁的妇女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国务 那其实今天也透过一个意外的相逢 然后有来自一些 来自悠悠悠悠悠的小朋友 跟奶奶在这里学了一个剪纸花 剪纸花 那其实对奶奶来讲 她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成为老师 而这个意外的旅程让奶奶实现了这个任务 多才多艺的奶奶为人风趣 不但会剪纸还会画国画 副佑馆之工帮她取了一个 翘首奶奶的封号 一有机会 就会让奶奶参加各种的团体活动 和大家进行剪纸交流 如果您下次也参加了副佑馆的活动 看到奶奶 别忘了跟奶奶打声招呼 也许就能够像好运的记者一样 得到奶奶亲手送的剪纸创作 当作礼物哦 港多新闻 黄澜君 郑瑾红 采访报道 继续带您来看趣味人物 时下最刚的流行电玩游戏 愤怒鸟在高雄现踪了吗 如果您经过纯公路 可能还会发现有一段道路旁 路数都经过修剪 有各式各样的造型 不过不知道您有没有眼尖的发现 其中一颗跟上流行 被剪成愤怒鸟的样子 相当讨喜 我现在在玩的就是 现在最流行的手机游戏 愤怒鸟 据说愤怒鸟 在高雄港都的海边现踪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把镜头拉圆往后看 在记者背后的这棵树 它的模样 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手机里的愤怒鸟 有没有长得很像呢 那个 分不一分啊 分怒鸟吗 路过民众一眼就认出 这棵经过修剪装饰的树造型 简直就是愤怒鸟 分身对照 手机里的本尊比一比 粗粗的到八字眉 及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相似度高达 99.999% 是谁有如此贤情意志与巧手 我们实际找到了这位圆艺达人 眼前这位阿伯名字叫做罗宾山 今年已经73岁 在城工路边 修剪路数时间长达20多年 而这棵愤怒鸟树 就是它的杰作之一 不过当被问到 是不是真的知道愤怒鸟 阿伯的回答居然是 你刚刚怎样记得游戏 不知道 我很久都在看电视 原来阿伯直到现在 看到手机图片之前 都没看过愤怒鸟 也难怪反映会这么惊讶 有才是这一角 这一角就像吧 对 十多年前有米国 几岁米国就像 像这一角 十多年前 可能有那一角 特地翻出以前照片 阿伯说这颗愤怒鸟树 早在十年前就长这样 只是当时替他修剪的事 贝克看头也少了眉毛 这样就不行 我就老婆和老爸爸了 什么时候开始老爸爸了 老爸爸有三四年前 在外面的人说 你下去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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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在几步从梦中得到灵感 才剪出类似愤怒鸟的模样 褪色软体发明家也许曾来过高雄 虽然是玩笑话 却还是不得不要对他按个赞 因为不管是贝克干头还是愤怒鸟 都比人家早创造出来 罗宾山阿伯堪称是流行先驱啊 在年来认识一位国宝人瑞赵木赫大师 他除了专长于鸟虫体的书法之外 平常也热心公益 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写的是关于他的百岁人生 在年一同前往浏览他的人生旅程吧 新书发表会上座无虚席 更有人远从台北南下 为的就是要参加鸟虫体书法家赵木赫的新书 发表会 那么我觉得老师这种尊师正道 好学不倦的这种精神 确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 能来好好的学习 在他身上真的感到发光发日 你看活到老学到老 我觉得我们赵爷爷是活得国宝 民国元年出生和中华民国同岁 赵木赫在大陆远线后两年逃难来台 没钱没身份生活十分困苦 但他不以为意 靠着母亲的一句话不怕吃苦 让他一路熬过来 我妈妈讲一句话 没有不散的演戏 我老了 你就分开了现在 就当在省力识别 你就当我死了 有两句话 我妈妈讲 要说得吃苦 不要做坏事 会伤起那段艰苦的岁月 赵木赫一度哽咽老泪重痕 但是当他拿起毛笔 挥好展现鸟虫体书法的功夫时 专注的神情再度展现他坚毅不拔的一面 其中跟随赵木赫学习鸟虫体书法十多年的大弟子叶水荣 谈到能跟随国宝级大师学习书法 难掩心中喜悦 认为是人生最好的学习经验 活到老学到老以外 谢谢 面对人生 就像刚刚讲的 不怕吃苦 然后不做坏事 就算在逃难也要欣赏风景 没钱也要去旅行 75岁开始当背包客 98岁拿到哲学硕士学位 100岁的人生持续学电脑免ABC 他就是不承认老的赵木赫 还想认识更多有关赵老的人生故事吗 这本新书将带领读者进入他精彩的百年人生 港都新闻黄澜君 潘志光 采访报道 一则励志的故事 高雄市有一名单亲妈妈 四年前负债上百万 在几乎穷困潦倒之际 她打起精神坚持下去 在网络卖起了牛奶棒 以泡而红 四年后 她不仅还清债务 还一连开了三间面包店 她说一路陪伴她的女儿 是最重要的支柱 也鼓励目前 身陷低潮的人 要勇于面对生命的挑战 尽管已经是三家分店的老板 潘志真照样势必公亲 任何细节都不敢马虎 从面包如何摆放 到亲切招呼上门的客人 她都要求同仁 做到最高 但可别以为 潘志真一路走来顺遂 即使四年前 她还是一位付债 四百多万的单亲妈妈 我一天工作都超过十八个小时 那其实我的毅力就是说 我好像有超人的毅力 我那超人的毅力就是说 我很像就是 我有一个目标 就设定说 比如说我还债 第一个我就是先还债 那我还完债之后 我想要安身立命 就是说我想要有自己的房子 身上没钱 又要照顾两个女儿 对潘志真来说 简直坠落死硬的忧骨 但大哭一场后 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初我在那路边这样子 哭那半小时是 情绪这样崩溃这样哭 我一想到那个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怎么 那么大的勇气 你那楼屁这样好好大哭 可是那时候还是很心酸 一想到还是会很酸 擦干眼泪就往前冲了 不会再往后看 不愿往回看 潘志真全力冲刺 靠着脑袋的点子 在网路上推出牛奶棒 一炮而红 接着几项商品都受到欢迎 终于逐渐将负债还清 人生也有了新的转变 如今子女成为她生命重心 再辛苦回家也要熊抱女儿 我对我的小孩真的很愧对 我常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抱抱我的小孩 她是我最大的财产 而且是我最大的动力 他们两个是我遇到挫折之中 我觉得是我什么都可以忍 就这两个我不能够抛下 关心负债买房开店 圆了潘志真的梦想 她也从中体会到 身为单亲妈妈的酸甜苦辣 真的单亲的妈妈 真的自己要坚强 所以你自己真的是如果说像我一样有小孩的 你一定真的要把小孩优先 因为小孩是你这一生的财富 从回馈顾客到帮助落实家庭 取居社会用居社会 对潘志真来说开店只不过是圆梦而已 从人生低潮爬起来 才是她想跟所有人分享的人生经验 港众新闻王思武正经工采访报导 奇怪 都要吃了 我都不会洗 你看 怎么洗就洗不完 钱就像在放水 包装给我看你 我需要 我看你看你还用乱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让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还很贪金屋保障的40% 不真厉害 为你让你给他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 总共是200元 我要使用电子发票谢谢 什么是电子发票啊 就是没有纸本的发票啊 没有纸本的发票 那怎么对讲呢 放心 只要上财政部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网站就搞定了 这么方便 要怎么申请呢 只要在该服务平台网站 输入结账债据的卡号与email 重奖时将主动通知你 若想捐赠发票 消费时与店家确认 或自行上网捐赠即可 哇 电子发票 不仅能减碳 还可以做公益 太棒了 极能减碳爱台湾 就从电子发票开始 我是李家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母乳是上天为宝宝量身打造 最完美的食物 从怀孕开始 妈妈的乳房已提早做好了准备 为了宝宝永远不嫌早 产后哺乳的肌肤接触 享受亲情 乳汁自然及早分泌 亲密的哺乳 满满的幸福 请支持母乳捕育 爱与拥抱 是母乳的全员 爱喝咖啡的人 如果看到农村咖啡里 雕了一幅美丽图案 想必会相当的惊喜 高雄市有一位咖啡雕花达人 透过他的巧手 能将咖啡雕出许多经验的图像 但可别以为他天生就有这番好功夫 这可是要经过反复练习的 特别的是他证明了 年轻人主要可努力 也能成功出头天 拥有一身专业技能 午餐后点杯咖啡 望着户外景致 是难得的幸福悠闲 如果杯子里的咖啡 还能漂浮一朵朵美丽雕花 除了美感外 更能增加许多经验 有别于一般叶子的形状 或是爱心图样 这里的咖啡雕花 可说是别出心裁 一开始混合 大概到八分满的时候开始下去做图案 那我先用这个工具 捞里面的奶泡做耳朵 耳朵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用温度计 温度计先方就这样比 所以我们就会拿这个来当画笔 先做到鼻子的部分 这样一只小熊就完成 只见三两下功夫 一只咖啡雕花小熊就映入眼帘 一双大眼睛模样 微妙微笑十分可爱 可别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看还有玄机 样一开始混合 先做出它的雏形之后 就是用牙签啊 温度计之类的去画出它的那个图案 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大概就是睫毛 看得出来不一样 然后我在最后会 做一个女生的那个头发 卷头发之类的 就大概是这样 简单用牙签勾勒出形状 接着渲染出女孩的头发 直接在咖啡里雕出一幅 情侣接吻的图案 让人看了 则则称奇 看到他们是情侣 那我刚好前阵子在书上面 有看到一些类似关于 这种情侣的拉花 那我就当场直接试 没想到成功了 端给客人 那对情侣非常的惊讶 透过陈俊明的敲手 咖啡仿佛有了生命 客人看到咖啡上的图案 都爱不释手 喝在嘴里 甜在心底 很特别 那个装饰 朵花做得很好 而且都很好味 很有吸引感 这边你看 一个半天 还有这么 喝的 还有这么漂亮的 很舒服 看起来很舒服 我们从加拿大来 觉得这个这么特别 成为客人 老板嘴里的咖啡雕花达人 陈俊明一路尝试过程 确实相当辛苦 他表示 刚开始失败率几乎百分之百 但他毫不庆内 反复练习 如今总算有了心得 一开始没有老师 就只有自己摸索 一杯一杯练 一杯一杯试 就过程很想放弃 因为没有成就感 那自己也觉得很沮丧 然后就是 其实也没有诀窍 就是只有 一直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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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练有陈江拉花 提升为艺术创作的雕花 陈俊明希望 以后自己能够开一间咖啡店 将咖啡的雕花艺术 分享给更多人 港独新闻 朱宇宏 采访报道 一起来走进社区 林雅区福康里 因为发展出手工馒头 这项社区特色 常被逆圈为馒头里 幕后的推手是 福康里长侯阿忠 里长在多年前 看到不少里民 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生活没着落 所幸在里内 推动了手工馒头的 制作课程 来帮助落实者 学会一技之长 人手一面团 搓揉的动作很熟练 制作馒头 在林雅区福康里内 几乎成了全民运动 好吃啊 要营养啊 自己做的蛮健康的 而且又养生啊 手工全部都手工啊 然后都是比较养生 南瓜 然后坚果类 还有蚵仔 自家生产福康里民 自信品质保证 这一幕馒头制作的盛况 归功于推动的幕后工程 也就是福康里长侯阿忠 推 推 再下去 推 推 然后手工有连动地方 拿起来没有关系 已经教人无数的侯阿忠里长 露一手拜师学艺后 在研发出来的手工馒头 制作好功夫 市长陈菊等人跟着体验 学做手工馒头 闻风而来 我过去我来两招 但是这边来都不一样 看到我们旁边都是炊馒头的人 旁边感觉我们的新福康里 变成是一个馒头里 是充满了高雄的气味 所以说这很好 我特别来跟我们的阿忠里长 说感谢露燃 社区里随处可看到 吹馒头的真笼 开始发展馒头特色的背后 是这一段故事 三年前我们社区因为那时候 经济不好 很多人就失业了 还有些单亲的妈妈 然后他们在里内无所事事 然后我跟我们这些 妈妈教室的一些同等 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方法 可以来招呼里民 然后我们觉得说 我们应该改善这个 所以我们就从馒头左手 凭借社区力量 帮助弱势者培养出 一技之长的行动 在地方上位为佳化 浓浓的人情为力 飘着馒头香 港独新闻主委红绿文 采访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新春特别节目 我是吴知遇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